寶蒂 歡迎登 人被狗狗嚇到 這合理嗎 寶媽在臉書發文還原始末 她說4月30和友人以及導盲犬 一起到北市光復店起家機用餐 先是被店員拒絕 再問店長也同樣 不能讓導盲犬入內 寶媽告知 導盲犬是合法工作犬 你們沒辦法接受 我們會離開 但接下來還是會行文 店員卻說要行文就去 這是最基本的吧 一定要讓導盲犬可以檢驗 不然盲人要怎麼生活 寶媽和寶弟 第一杯韓式炸雞店拒絕之後 轉而來到對面的豆漿店 老闆發現之後 立刻是幫他們安排 就坐在這個位置 而且老闆說 當時寶弟是非常的乖 進來之後 也完全都沒有吼叫任何一聲 他比較無奈 我們都有懸導過 而且政府也都有懸導過 應該算都知道的一個嘗試了 他並沒有這樣的認知說 導盲犬其實應該是可以出入 所有的場合的 絕對是歡迎導盲犬進入內的 我們並沒有這樣子的 一個明文的限制 對此起嫁機出面回應 是門事人員誤解和疏失 已經進行懲處 扣除本月獎金 也說事後已經和寶媽和盲人 席會聯繫 請他們到店內用餐 承擲道歉 其實導盲犬一般來說 會佩戴鎮件穿紅色背心 或是帶導盲鞍 和一般寵物不同 很好辨識 這回起嫁機的失誤 已經道歉 卻也凸顯 大眾對導盲犬的嘗試和規範 不夠了解 TBS網上張惠仙 拍報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